- 字幕- 字幕- 丁姐妹很快開始今天的分享 在開始之前請幫我們做幾件事 這是一個很好傳福音的方法 首先先幫我們按讚 然後幫我們訂閱 而且把它分享出去 這樣很多人就會看見這個很棒的講道 還有就是幫我們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最新的影片你就會最快看到 還有如果你覺得我們講話講太快 請再設定這個地方把它變慢 它有一個地方可以調速度 調慢我們講話就會變慢 如果你覺得太強你就把它調高 我們講話就會變快 無論如何願上帝祝福你 看見那個神真正的意思 不是字句叫人死 乃是是聖靈的真意叫人活 看見上帝的榮耀 祝福這裡每一位 主要讓我們有傾聽耳等傾聽的心 神的話語給我 當我得到那個屬於我的瑞瑪 就很像是爵書對彼得說 你來彼得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勝過暴風暴雨 勝過物理的世界的原則 勝過自然的一切的好像規則 活在超自然裡面 也謝謝你分別為聖孩子的口跟孩子的心 讓我們看見你的榮耀 奉我神祷告阿們 好我們今天要繼續來講《使徒行傳》 所以來我們請看《使徒行傳》23章33節請念 來到蓋薩利亞巡撫 便叫保羅站在他面前 OK好所以保羅在哪個地方 蓋薩利亞這樣應該夠清楚了吧 蓋薩利亞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地圖喔 蓋薩利亞就在耶路撒冷的上面 中間有一個地方叫安提帕底 就是因為保羅那個時候遇到了 就是猶太人要殺他嘛 所以保羅的外甥就告訴了那個千夫長 千夫長就派出了很多的兵力幾百個人 四百多個人來護送他 然後呢到了安提帕底 然後之後再從安提帕底 然後還有祭兵帶他到蓋薩利亞 所以祭兵把保羅交給蓋薩利亞的巡撫 OK所以他現在到了蓋薩利亞 蓋薩利亞的翻譯也是凱薩利亞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兩個不同的翻譯 因為我們也刻意讓他混在一起 讓你知道不同的翻譯 就很像是上面那個城市叫西頓 西頓也有另外一個翻譯 太爾跟西頓或推羅跟西頓 是兩個城市 那是斐尼基人的城市 OK那只是要知道 因為不同的翻譯會有不同的意思 聽起來會有不同的意思 可是其實是同一個 所以他們現在到了蓋薩利亞 而保羅就因為他錯誤的去了耶路撒冷 大家都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一次不斷的講這個東西 保羅因為錯誤的去了耶路撒冷 所以神一直阻止他 結果他還是去了對不對 結果就發生了 因為他要讓人家看見他遵行律法等等 結果最後他就被留在蓋薩利亞這個地方 兩年之久 好我們往下看 使徒經歷二十四章二十六節請念 菲利斯又指望保羅送他銀錢 所以屢次叫他來和他談論 好所以現在的巡撫叫做菲利斯 他這兩年來把保羅留在那個地方 而且他不斷不斷的 正常來說這個菲利斯 他應該是要好好審斷保羅的這個案件 可是呢菲利斯又希望他指望保羅送他錢 所以常常叫他來跟他談論 對我姐妹你有沒有任何經驗 有人是比如說很久沒見到的朋友 或者是就是比如說小學同學 或者是很很久沒有聯繫的親戚 突然間來找你 然後或是特別約你覺得很開心 結果出去之後發現 他要給你借錢 或者是他是因為某一個目的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有些人就是這樣 沒事都不找你 找你一定有事 而且都不會是好事 怎麼會說我這種樂透來分一千萬給你 有這種朋友嗎 趕快介紹一下 問題就是大部分人都是 糟糕我現在可不可以給你借錢 或者是怎樣對不對 好所以呢其實 我也鼓勵大家 你真的要跟神建立個人的關係 為什麼 就很像是 假設你有一個朋友 平常他都沒有跟你聯繫 然後呢有難才找你 你會覺得他長怎麼樣 你會不會 你覺得會很舒服嗎 那我們很多基督徒是不是 平常都跟神沒什麼關係 然後有難的時候 耶穌啊救命啊 是不是 光人際關係相處這樣 都已經很那個更換跟上帝 所以你平常都跟他有互動嘛 你不一定就是 其實我仔細說起來 我最近都比較少跪著禱 我以前都很近錢 然後我還有一個屬於 我的一個禱告跪店 我就跪在那一座迫切的禱告 我現在發現我現在不常跪著禱告 可是我還是常常禱告 比如說 在各種需要的時候 我最常現在是洗澡時間禱告 然後 然後 就是在那個 隔絕 因為那個淋浴會隔絕外面的聲音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 很容易聽得到神的聲音 然後呢 當你的心專注神 就是讓我們的生活是一個 生活的每一件大事小事 你常常可以跟神互動 我也常常就是 說啊 好好吃喔 你真好 昨天我們 我昨天在吃東西 然後上映霧的時候說 喔 原來你叫我這麼多東西吃 難怪你會感謝主 為什麼不 就好好的用歡心喜樂心 來感謝你的神啊 對不對 所以啊 其實我常常 不斷的讓自己每一天都 最少要做一件 做幾件讓自己快樂的事 你真的會比較快樂 真的 你不要每天都是忍過去這樣子 沒有 你每天真的跟神講 主啊 請你幫助我 讓我有一個快樂的事 然後讓我能夠享受你的愛 每天都知道神非常愛你 然後我每天也都問我老婆 她有沒有覺得她被我愛 每一天 真的 然後她都 我就會看她的回答 她馬上說有 就是有 她嗯 就是沒有 那就要來處理 到底是什麼問題 因為搞定她 我自己就會比較好過 不是啊 就是說 她只要感覺被愛 我們全家就會都很好 所以我就會好好 我就會確認一下怎麼回事 有些時候只是感覺問題 那就趕快處理一下感覺問題 有些時候不是感覺問題 那就可能 要花一些成本 不是啊 那就再說啦 OK好 總而言之就是呢 每天讓自己在一個愛的環境裡面 你真的會比較快樂 而且你的免疫力會提升 現在免疫力超重要的 好不好 OK好 然後我們繼續回答 你看菲利斯 他動不動跟保羅來聊這一切 是為了錢 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人呢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恩總教育我們其實一直希望 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彼此之間 我們沒有什麼 不要有什麼金錢的來往 然後也不要在教會裡面 就特別是 一些直銷跟保險的弟兄姊妹 你們可以做這些工作 但是直銷跟保險的這樣 工作的模式很容易 跟弟兄姊妹彼此的關係 跟那個互動套在一起 可是我希望我們弟兄姊妹的關係 是單純的 你想像有一個弟兄姊妹約你 好開心要跟他分享 結果他開始分享他的產品 那不是很糟嗎 或者是你小學同學 很熱情的約你出去 想說這個人是太重感情了 結果產品又拿出來 那不是很那個嗎 所以讓我們不要是為了 贏錢而彼此相愛 讓我們彼此相愛 然後神會做這個奇妙的事情 但是當然 相關的直銷保險工作 你是可以做的 只是讓我們不要在教會裡頭 在教會人際關係來做這樣 讓我們的關係是很真誠的 很真實的 OK好 所以我們菲利斯呢 就這樣折磨了保羅兩年 按照羅馬的法律 公民沒有定罪 你不能關人家那麼久 結果他就這樣被關了兩年 屢次 動不動就叫他來 保羅會不會覺得 天啊 我以前我在以佛索 我在哥林多 我傳講 都是一堆人信主 全程都信主 然後你這個傢伙動不動把我叫來 其實只是要我的錢 很痛苦耶 然後你看我們保羅時間 是這樣被浪費掉的 兩年聽一個要你錢的人 然後你還是跟他講福音 就是我們保羅承受感受到 這也是為什麼神不要他做的事 他其實真的不要做 但是沒關係 他已經悔改 所以神開始介入 而且改變很多事 我們繼續往下 24章27節行列 你知道嗎 當這個26節的時候 保羅可能每天都還在想 主啊 他每兩天吃飽了 心情好 心情不好 缺錢都找我去 他彷彿說想要信耶穌 可是他一直在跟我講 講其實是要我的錢 主啊我也知道 所以保羅可能跟神呼喊 過了兩年 所以呢 菲利斯就被換掉了 菲斯都接任 那你知道菲利斯為什麼被換掉嗎 真正歷史上 我們現在來看 菲利斯被換掉的理由 就是那個時候 在該薩利亞有發生一些動亂 然後菲利斯沒有處理好 所以他就被隔職查辦 他真的是被隔職的 然後被召回羅馬 隔職查辦 所以你知道嗎 你那個時候 你想像到保羅那時候 可能只是在呼求神 神就在動工了 所以果然菲利斯就是你看 他每天都是為了錢 動不動跟保羅這樣 最後果然神把他隔職查辦 所以我跟你說 就算是在羅馬帝國 你看羅馬帝國皇帝 那麼的暴虐 把基督圖掛起來燒 或什麼那樣的人 他仍舊所有的權柄都還在神的手中 菲利斯就被換掉 然後這個菲利斯都 基本上比菲利斯好多了 他沒有再為了錢跟保羅怎樣 然後順便也預言一下 菲利斯都到底發生什麼事 不是預言啊 是歷史記的 菲利斯都幹了兩年之後 就積勞成幾死在任上 這個地方真的很不容易做 基本上你去查這些總督啊等等 在這個地方沒有誰有太好的表現 因為你看猶太人跟外邦人的問題 到現在還是沒解決啊 兩千年啦 你知道嗎 如果有人能夠解決 呃 猶太人跟阿拉伯人這些問題 那他絕對可以得諾貝爾和平獎 可是我告訴你 絕對不會解決 絕對不會解決 因為聖經上說的啊 真的啊 那些事情是不會解決 那你知道這些問題從哪裡來的 大家知道這個 阿拉伯人跟猶太人的問題從哪裡來的嗎 你知道整個中東是一個世界 那些非常非常 我光去耶路撒冷 我們去過耶路撒冷 或聽過耶路撒冷 我姐妹都知道 光耶路撒冷舊成就分成 那麼多的區塊 然後都幾千年 每一個人的地氣拿出來都是幾千年的耶 你知道嗎 對啊超酷的 這也是為什麼基督新教只有小小一點點 因為基督新教才成立五百年啊 人家有千年的耶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比如說猶太區或者是天主教區 基督教這邊天主教那區 他們那個地氣 你去查歷史什麼耶路撒冷王國等等 那個時候留下來的東西耶 所以啊 他們事實上沒有辦法解決那個問題 可是我們再往更前面看 到底這些問題哪來的 有一位先生叫做信心之父 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得到神的應許的時候 說他會有一個他的後裔 所以呢他的老婆就 就非常的盡錢的 這盡錢是挖苦的 他的老婆就跟他先生說 你去跟我背女睡吧 這樣你就會有小孩 因為我沒辦法生 因為沙拉那個月經已經斷絕了 合理啦 那個時候他已經七十幾歲 所以月經斷絕 所以他就說那去跟夏甲睡 然後呢亞伯拉罕呢 那時候還叫亞伯蘭 他就馬上遵命去搬 他應該很開心吧 喔我想很久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你會這樣想我不知道 好OK 所以他就真的去了 然後就生出了一個人 叫做以什瑪利 你知道以什瑪利 還有之後的以嫂 以什瑪利跟以嫂的後代 就是現在阿拉伯人嗎 你去看他們動不動 現在還有很多人叫以什瑪利 去看他們名字 現在阿拉伯人 很多人都還叫以什瑪利 所以以什瑪利的後代 跟誰的後代 以撒的後代 就是現在的猶太人 到現在相爭了三千多年 四千年了 從以什瑪利開始 以什瑪利那時候 就想要把以撒幹掉 反正總而言之 亞伯拉罕最後就把以什瑪利 跟夏甲趕出去了 當然這對我們屬靈上的意義 是把律法趕出去非常好 我們要把我們生命中的律法 盡可能趕出去 然後神還是 因為他還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所以神還是幫助以什瑪利 你看一個卑女帶著一個小孩 一個年輕人 然後呢 只帶了一點餅跟水 被丟到沙漠去 最後成為這麼強大的阿拉伯人 你知道阿拉伯人有多多嗎 而且就圍繞著以色列 對不對 這麼的強大 你看一個媽媽帶著一個小孩 然後一壺水跟餅 幾壺水啦 好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最後長這麼大 就是神的祝福啊 然後以撒 一個小孩 然後媽媽還走了 然後沒多久之後八百走 當然繼承了很多財產 可是最後最後最後 他還是變成這麼大國 然後不斷的被屠殺 不斷的被攻擊 還是變成這麼的強大 以色列這麼小的地方 以色列你知道 差不多跟台灣差不多大 就這樣而已 然後成為全世界 無論是經濟上的政治上 或科技上的各樣的強權 這就是上帝阿 所以你要不要依靠神 有人會說 我怎麼知道你的上帝 就是創造天地萬有的主 我知道 因為你從很多角度來看 比如說好 請問一下路上隨便一台車子 一定有一個出廠的公司 一定有人設計 對不對 有人設計有人製造 對不對 有一天牛頓的朋友去看牛頓 然後呢 他就看到一個九大行星的一個模型 那時候還是九大行星的模型 然後就動 然後呢 比如說你推著木星 然後整個就會動 因為有齒輪嘛 那你推著那個海王星 然後整個就會動 然後呢 他的朋友就問牛頓 說欸牛頓 這是誰發明的 誰做的 好棒的模型喔 牛頓就說沒有啊 自然生成啊 然後他的朋友說 怎麼可能 絕對不可能 然後呢 牛頓就問他說 如果你認為這個模型不能自然生成 為什麼真的你認為它是自然生成的 自然生成 連模型都要人設計 有沒有想過 那個當然也有一位創造主 那再來下一個題目是 創造主是誰 很簡單嘛 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來從市場的角度就可以看了嘛 請問最多人信的信仰是什麼 基督教啊 真的啊 信獨一真神 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 聖父聖子聖靈的人是最多的啊 二十三四億啊 全世界最多的啊 第二 信這個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你去看 無論幾大工業國 除了日本之外 全部都嘛 是信基督教的啊 美國是基督教國家啊 當然他們是正教分離 可是百分之八十幾的人都自稱是基督徒啊 英國是不是基督教國家 你知道英國女王或國王都要宣誓 她要保護教會你知道嗎 啊德國是不是基督教國家 馬丁路德就德國人啊 對不對 你看這幾個強國 到處都是啊 法國天主教國家也是信基督的啊 對不對 而且老實說你信的越 你看我們跟正教 你真的信基督教 美國是基督教嘛對不對 英國是基督教 你會發現信的越對的越強盛 懂嗎 所以你要信的對活的對啊 你就光看市場就知道啦 最強的國家都嘛 基督教國家啊 然後最多人信啊 然後信的時候是不是 有一個印度教的信仰 他們的牛走在路上 大家不能夠推他 要等他慢慢走過去 所以交通就因為牛 就整個都卡住了 那個牛叫聖牛 叫Holy cow 我沒有在講髒話啊 聖母牛Holy cow啊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聖母牛Holy cow走過去 你就會說 哇Holy cow 我在講的是哇聖母牛 對不對 然後整個交通就被擋住了 因為他們那個牛是聖的 所以你不能動他 請問這個信仰是對的嗎 你有看過 如果今天有一個 拿一個實價擋在你前面 你會怎樣 你就巴他啊 他就會走啊對不對 那個牛連巴他 不能巴他欸 是不是 你就知道哪一個信仰是真的嘛 對不對 好所以我要告訴你 你光去看 最多人信的最強盛的 然後我們的整個神學系統 所有東西你都可以去查 你就發現這支信仰是真真實實的啊 這是我們的神 我以前是那種 我看了很多不同宗教的東西 然後我跑去教會跟牧師辯論 我還跟他摔聖經欸 你們不要這樣對我 我已經認罪悔改了 而且現在你要摔聖經摔壞的是你的手機啊 你摔啊 現在你有看到我們有實體的聖經嗎 對不對你摔啊 反正不要摔我的手機就好 OK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的神是真真實實可以尋找可以尋求可以看見的那位神 尋找就必尋見 扣門就給你開門 這是我們的神 好 所以呢 過了兩年 我們的至高神 果然也使用羅馬帝國的權品 把菲利斯這樣折磨保羅的菲利斯換掉 換了一個菲斯都 好但是菲利斯為了討 猶太人的喜歡就留保羅在這裡 然後呢 一留就留了真的兩年 好所以呢 使徒行傳25章1到2節請念 菲斯都到了任 過了三天 就從凱撒利亞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長和猶太人的首領向他控告保羅 OK好所以呢 那群人又繼續來告保羅 而且他們還很想把保羅弄到耶路撒冷去 可是保羅已經很清楚知道他悔改 他不要去耶路撒冷 OK好我們繼續往下 然後呢保羅就開始分數 當然我們簡短前前後因為有些講過了 所以來念25章8節請 保羅分數說 無論猶太人的律法或是聖殿或是凱撒 我都沒有干犯 猶太人控告他的地方就是這三個 第一個猶太人的律法 第二個有沒有干犯聖殿 因為他們污衊他 就是甚至於是做假見證的說 他在聖殿裡面去帶了外邦人去誤會聖殿 或者是第三個就是凱撒 簡單說他有沒有叛亂 都沒有我都沒有干犯 因為他們其實還在傳說 另一個王耶穌 所以就好像是凱撒不是王 好像彷彿基督教是一個叛亂團體 可是不是的 所以保羅就講得很清楚 無論是律法或是聖殿或是凱撒 他都沒有干犯 這是保羅的自我的辯護 好繼續往下 25章第9節請念 但菲斯都要討猶太人的喜歡 就問保羅說 你願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裡聽我審斷這事嗎 因為猶太人其實還有一個陰謀 想要把保羅再騙去耶路撒冷 然後在耶路撒冷 或在路上把他殺掉 菲斯都其實大概也知道 保羅大概自己也知道 所以保羅的回答是 保羅說我站在凱撒的堂前 上告於凱撒 他要去羅馬 他不要去耶路撒冷 因為他知道很危險 OK好 那我們這邊看一個點是這樣的 菲斯都要討猶太人喜歡 所以就希望他去耶路撒冷 然後你去看再前面的時間 你看使徒律章24章27節的請念 菲利斯要討猶太人喜歡 就留保羅在肩裡 菲利斯要討猶太人喜歡 就留保羅在肩裡 這是上一個喔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都做同一件事 要討猶太人喜歡 因為那個地方的政治實在太難搞了 所以他們其實都是一堆政治上的妥協 跟政治上的那種 那種各種那個勢力在那邊拉扯 所以菲利斯為了討猶太人喜歡 就把保羅留在肩裡兩年 上一個人 而且菲利斯這樣做也有他自己的理由 是因為菲利斯被革職查辦的理由 就是他搞不定這些猶太人 跟外邦人的那些關係 所以菲利斯才故意把保羅留下來 最少這件事情我討猶太人喜歡 因為未來到時候這些猶太人 要上法庭作證證明我有沒有賭職 這是那時候的政治情勢 然後呢我們的菲斯都也是要討猶太人的喜歡 反正那些長官都在討猶太人的喜歡 所以保羅就很不公平啊 保羅說我也是猶太人啊 可是你只有一票啊 你知道你什麼時候是國家主人嗎 選舉那一天 選舉前面那段日子 你都覺得看得到那些人 選舉以後去登記都常常見不到你名義代表 祝福我們的國家 不過真的是有一個說法是這樣 民主制度是最差的制度 除了其他制度以外 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民主制度是最差的制度 除了其他制度以外 所以因為人類沒有其他更好的制度啊 好像有一個非常好的王 非常完美的管理這個國家 然後呢勢必公卿 而且又分層負責 然後該工作工作該享樂享樂 事實上也有這樣很好的王啊 事實上每一個時代 當這樣的王出現那個國家 就會長治久安就很好對不對 然後這個王之後就會越來越老 老了之後 通常這樣的王的小孩都不會太好 因為這些小孩都過得太爽 對啊 因為假設那個王非常好 長治久安 那是不是國家沒有戰爭 那這些王子公主們 是不是從小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然後呢馬上等他們當皇帝的時候 就富不過三代 因為他們沒有 正經上說小時候吃苦是好的 你知道嗎 年輕人你小時候吃過一些苦 對你未來好 所以假設好我們用 乾隆好 乾隆一開始一個非常好的皇帝 大家知道吧 很成功對不對 然後他管理這個整個國家 可是到末期越來越 他自己本身就腐敗掉了 好 然後呢 連康熙也是一個很棒的皇帝 你知道康熙皇帝是基督徒嗎 我們有講過這個對不對 康熙皇帝還寫過絕治禱告文 有機會可以去網路上看 有康熙皇帝也是基督徒 然後康熙皇帝甚至於是因為他是基督徒 他才選上 可以當皇帝的你知道嗎 其中一個理由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外國宣教士跟康熙的爸爸建議說 你選這個玄葉 玄葉有出過天花 天花知道嗎 就是那個時候 非常可怕的瘟疫 然後呢 所以他有出過天花 所以他不會再出 然後為了你的帝國 長治久安選這個玄葉吧 外國宣教士說的喔 然後果然因此他選上 所以當然也跟他信耶穌一定有關係的 OK好 所以我告訴你 他信耶穌之後 然後呢他果然神也超自然 比如說從那麼年輕就把敖拜幹掉有沒有 看那個電影 什麼勤敖拜 然後什麼平定準格爾那些東西 他前面還是很棒啊 到晚年他也軟弱啦 每個皇子在搶整個清朝政權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說 人類最好的制度 其實還沒出現 人類民主制度是最差的制度 除了其他制度之外 因為那個君王制度是這樣嘛 民主制度你也看到他有他的缺點 可是其實我告訴你 最好的制度是什麼 即將要出現充滿期待 就是有一個君王 完全的賢明 然後審判不平眼見不平耳聞 而且永遠長存直到永遠 就是你的神 所以耶穌要在地上做亡一千年 要幹嘛要證明什麼 當一個無罪的人 當一個神所拣選的人 坐在耶路撒冷的寶座上 治理全地球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地球 地球會何等的豐盛跟榮耀 而且他不會死喔 而且他的審判 他完全的公義跟正直又慈愛喔 你有沒有遇過一些不公平的事 應該是沒有人沒有遇過不公平的事 每一個人都遇過不公平的事情 可是你想像一下 當耶穌坐在寶座上的時候 他不會死 而且你也不會死 應該吧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災前被提 然後有一個全新的身體 然後與耶穌一同做王 所以到時候我們會分風你知道嗎 誰要當台北市之王 有點小對不對 誰要當澳洲之王 澳王 我夠澳 沒有啦沒有 OK好 所以簡單說就是 耶穌呼叫我們與他同行 得勝的一同做王 一同做寶座 所以你所做的這些事跟你得獎賞很有關 你已經得救了 但是你所做的事跟你得獎賞很有關 然後耶穌在耶穌上做寶座 同管這個全球的時候要分風的 而且未來還有全宇宙要分風的 了解嗎 所以我們充滿期待 有一天耶穌會在地上做寶座 你就算好 你可能覺得你這一生 你現在工作經濟上 或比如說你有家人 所以你不能 你很想要去比如說好 你很想要去哪個地方玩 你這生沒有機會 你想說有一天 世界末日來地球都毀滅 不是 你要在地上做寶一千年 你現在沒去過瑞士 但是以後可以去啊 而且你以後是以君王之之去的 可以嗎 君王之之是誰 不是啊 你是以君王的身份去的 你知道嗎 你覺得你沒有去過 你沒有去過耶路撒冷 以後的耶路撒冷 是完全平安的平息的 不過你就看不到現在這種 那個OK好 然後呢 未來你在 你是還活在這個地球上 存到永遠你知道嗎 那聲音上說的 在地上與耶穌基督一同做往一千年 所以就是這個地球耶 你還可以回去看你以前的家耶 為什麼叫以前的家 未來都有皇宮 你還要住你現在的公寓嗎 對不對 好OK 所以總而言之言而總之 我們其實充滿期待 上帝要成就這一切的榮耀 而且真的整個歷史 往那個方向去前進 之前幾千年前寫現在的預言 都往那個方向去前進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所以呢 我們的保羅在25章10到11節的地方 就說我要站在凱撒的堂前 我要上告於凱撒 所以他就說我要去羅馬 因為凱撒的堂前就在羅馬 沒錯嘛 所以呢保羅就開始宣告他要去羅馬 他不要去耶路撒冷 因為他已經完全悔改 我們繼續往下 25章13節請念 過了些日子 亞基帕王和百尼基士來到凱撒利亞 問菲斯都安 OK好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人叫做亞基帕王 跟他的老婆百尼基士 好 百尼基跟亞基帕王 亞基帕王就是西律王朝的最後一個王 然後呢 百尼基呢 他是他老婆嘛 但是你知道這百尼基很誇張 那個時候羅馬帝國的這些王室都很那個 這個百尼基一開始嫁給自己的叔叔 亂倫 再後來又去跟自己的兄弟住在一起 好像又亂倫 然後最後來嫁給這個亞基帕 他們是這種人耶 聽說長得非常漂亮 漂亮是有用喔 這種生命 現在是 你們覺得台聖有用是不是 好啦OK 亞基帕王和百尼基士 他們是長這樣 這亞基帕王也不遑多浪 對就是那個時候他們是長這樣 你知道很多羅馬皇帝 他們都是亂倫的你知道嗎 對啊是長這樣的喔 不能說很多啊 有一些羅馬皇帝是亂倫 也有一些比較公義的 OK好 然後呢現在這個被分封的亞基帕王 跟百尼基 他來到凱撒利亞 來跟菲斯都請安 然後呢 後來我們來看看發生什麼事 25章14節 在那裡住了多日 菲斯都就將保羅事告訴王 所以他就告訴了 把保羅這件事告訴王 這個王是誰 就是前面的亞基帕王 對不對好 不是有一個姓王的人 這樣不是是亞基帕王 好25章22節情念 亞基帕對菲斯都說 我自己也願聽這人辯論 菲斯都說 明天你可以聽 你想要為什麼我要把這個黃字標下來嗎 亞基帕他自己也主動的說他想要聽這個辯論 因為其實亞基帕也可以不要啊 可是這其實是要成就一個預言 那我們來看齊徒行傳9章15節的情念 主對亞拿尼亞說 他是我所拣選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你知道在保羅一開始被拣選 齊徒行傳第9章很前面保羅才剛信主 這個時間才要信主對不對 其實這個時間點還沒信主 因為主要說服亞拿尼亞說 請你去為那個叫扫羅的人禱告 所以呢他說 他說他是我所拣選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都達到了 君王還沒做到嘛對不對 終於要做到 所以就是這個地方 亞基帕王 他是王嘛對不對 你想為什麼 一定要亞基帕才能成就這個事嗎 因為 無論是那個地方的外邦人 或是以色列人 他們都沒有人姓王 因為他們的外邦人都是羅馬人 姓什麼什麼師 什麼什麼都 對不對 所以呢對不對 如果是在中國 馬上就會在王面前 我們馬上找20個姓王而來 那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亞基帕王終於出現了 所以你看這個預言就成就了 這中間也差很多很多很多年 好不好 就這樣子啊 就終於成就 亞基帕有自己願意對不對 當然後來羅馬皇帝也直接聽到保羅的福音 那時候沒有事 可是聖經沒有記下來 所以真的就成就了 所以呢 果然這一切按照神的心意預言就開始成就 後來發生什麼事 來請看23節的請念 第二天 亞基帕和百尼基大張威士而來 同著眾千夫長和城裡的尊貴人進了宮廷 菲斯都吩咐一聲 就有人將保羅帶進來 你看我們的保羅 之前的預言就說了 外邦人猶太人還有君王面前 你看這一次 雖然保羅好像之前軟弱 可是他已經悔改之後神怎麼介入 你看現在有一個王 還有他老婆 一個王后 亞基帕王跟百尼基 還有很多的千夫長 千夫長一個就已經很有權柄 他有很多的千夫長 還有這整個城裡的尊貴人 凱撒利亞是那個地方最強大的羅馬城市 然後呢 還有菲斯都本身就是這個地方的類似神長 所有人都來聽保羅傳福音 你看就這樣成就了 所以那預言就這樣子開始成就了 這樣說就算你軟弱又怎麼樣 你是一個人 你本來就會犯錯 我們當中有沒有任何人 這輩子從來沒犯過錯的 絕對不可能 因為你說你沒犯過錯這件事 本身就是個錯誤 我們這世界上有沒有任何一個人 沒說過謊 當舉手那一刻你就說謊 所以就是這樣沒有人不會犯錯 但是我們的神是這樣 我們禱告我們做絕世禱告的是 耶穌基督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跟生命的主對不對 所以什麼叫做救主 耶穌不是只有在你得救那一刻是你的救主 祂是你一生的救主 你有沒有常常做錯事情的時候覺得很後悔 你信耶穌說還是會做錯事情啊 主啊早知道我樂透號碼就 這也是一個錯啦 這另外一件事 或者是主啊早知道我那個什麼 投資案或是我那個東西都做這個決策 沒關係在這個時候 你趕快迷談東西要走啊那個東西我錯了 拜託你介入來改變來介入 開始來看見那個超自然 然後開始看見神的介入 所以我們保羅也是這樣 果然你看其實這是很榮耀的啊 你看他以大張威勢而來 可能就是很轟動的 大家都看過電影我就不用敘述了對不對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搞不好戰車馬兵 然後浮人然後這樣子然後 然後敲鑼打鼓然後這樣子進來對不對 當然那時候他們不是敲鑼打鼓啦 好一個王一個王後 很多很多的簽夫長還有城裡面的尊貴人 通通都到了那個審判的公廳 然後菲斯杜就把保羅帶起來 保羅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然後保羅就開始傳講福音 這就是上帝啊 做錯又怎麼樣 錯誤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人得益處 這也就是為什麼 神敢這樣說這個話 神敢透過聖靈說這個話 保羅自己也活出來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人得益處 今天保羅是不是也開始他犯錯 結果得到這麼大的機會 甚至於好到一個地步是 你會覺得 是不是神故意他犯這個錯 上帝的榮耀就是這麼的榮耀 就是你犯錯他幫你cover到 彷彿是他故意要你做這件事 其實沒有啦 如果說你之前沒有犯錯 一定有更棒的祝福 可是沒有也沒關係 反正你要蒙祝福 這就是我們的神 了解 好但是不要故意去犯錯啊 故意犯錯是一種試探神 好但是呢 就算你真的故意犯錯過 你真心你跟神說 主啊對不起我之前故意犯錯 我現在跟你為感請你介入 還是一樣 萬事互相效力 那你還是擔心萬事互相效力 是要愛神人得益處 我是愛神的人嗎 我們查經過了對不對 有了神的命令遵守 這人就是愛我的 那神的命令是什麼 就是要來信耶穌 這都有經文的 所以你信耶穌的 你就是一個愛神的人 但是當然你可以更多的去愛神 那是另外一件事 可是你信耶穌 基本你就是個愛神的人 但是神無條件的愛你之後 你可以越發的來回應他 更多的來愛他 好我們繼續往下囉 好這就是這個經文提到了 外邦人君王跟以色列面前 宣揚我的名 果然成就 好繼續 亞基帕就對保羅說 好那你可以為自己變名 所以保羅就伸手開始分數 所以他們那時候很乖 他們講話都要講話都要舉手 老師我要講話 所以保羅就伸手分數 說了什麼呢 他首先說亞基帕王 猶太人所告我一切事 今天在你面前分數實為萬幸 你看其實他還是尊榮這個王 為什麼 因為沒有權柄不在神的手下 保羅雖然是羅馬公民 可是他不見得認同這些王 或什麼 可是他還是尊榮 就很像是好 也許選舉過後你並不認同 現在選上的人或什麼 可是他既然選上了 因著神的緣故 你還是尊榮還是祝福 更何況如果這是你所選的人 無論他是你選或不是你所選的 為你的國家禱告 為我們的國家禱告 保守我們的國家走過這一段 更加的強盛 好 所以呢 他尊榮這亞基帕王 而且他其實也有要傳福音的意思 所以先尊榮他也是應該的 好所以呢 二十六章三節 請念 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猶太人的規矩 和他們的辯論 所以求你耐心聽我 好 更可信的是我們的亞基帕王 他熟悉猶太人的規矩和辯論 所以呢 求你耐心聽我 你知道其實去查一下亞基帕王的背景 亞基帕王有一個稱呼是世俗的猶太宗教領袖 什麼意思 就是他是一個真正知道 後面有提到他性先知 他其實是相信猶太教裡面的先知 他相信舊約的人 後面有提到 然後呢 甚至於是大祭司要進去至聖所的時候 穿的禮服 平常是這個亞基帕王保管 所以呢 他是一個很懂舊約的人 所以保羅是真心的說 我很開心你知道 猶太人的規矩跟辯論 所以我請你耐心聽我 因為保羅要開始傳福音了 OK好 所以呢 來看一下 所以保羅開始說 現在我正在這裡受神 是因為指望神向我們祖宗所應許 你看是一個非常對猶太人說話 我們祖宗所應許的 你的祖宗應許你是什麼 給你好的風水嗎 或者是什麼 他們的祖宗應許的 他們的祖宗是神向祂的祖宗所應許的 然後呢 植存到永遠 我們繼續往下看 26章7節請念 所以你看他還都在用猶太人跟怎樣的人 就做怎樣的人 你會發現他用跟猶太人的方式 所以弟兄姐妹既然保羅說 跟怎樣的人做怎樣的人 保羅是對猶太人才這樣說 你會發現他在以弗所 他在哥林多 他在菲利比 對別人講道的方式 不是什麼十二支派 什麼祖宗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那是誰 所以我們傳福音也是這樣 很多人都會用很多聖經的例子 對沒有聽過聖經的人講 用聖經的詞 弟兄你跌倒了 你就站起來就好啦 聽得懂嗎 你用聖經的詞 那個是聖經文化 可是他聽不懂啊對不對 這位弟兄 你軟弱了 真的喔 身體不好嗎 來吃點營養品 就是你不要用聖經的詞 對外面人傳福音 你要用外面的詞 對他們傳福音 因為基督教的文化 因為你知道 我們剛才用的這些詞 也不過就是所謂 和和本的用法 你知道 我們上次討論過金智窗 對不對 就不用再講 那個已經 就是神功護體那個年代了 好不好 那個年代翻譯人 白蓮教那個年代翻譯的東西 所以他用的詞 跟現在很不一樣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那些 基督教的詞 對外面人傳福音 你要用他們聽得懂的方法 跟大家表示 讓他們 跟怎樣人 就做怎樣人 讓他們來歸向耶穌 所以保羅現在對猶太人 或是對很懂猶太人 亞基帕爾王來講 所以他用猶太的方式 好 26章8到9節請念 神教死人復活 你們為什麼看作不可信的呢 從前我自己以為 應當多方攻擊 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你看他很有技巧 他先說神教死人復活 你為什麼當作不可信呢 這話是有策略的 因為有撒都該人跟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相信死人復活 撒都該人不相信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講的話 就會有一半人相信 然後剩下另外一半人說 嗯對喔搞不好也是 然後再很有技巧的 引出拿撒人耶穌的名 因為你講福音 一定要講到耶穌的啊 但是當然策略啊 有幾次保羅 也故意不講耶穌的名 那是看策略 可是他這個時候 因為這裡面 其實還是很多很多外邦人啊 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啊 凱撒利亞的主成分子 耶路撒冷是大部分是猶太人 凱撒利亞已經很多很多外邦人了 OK喔 所以保羅提到的重點 死人復活 還有拿撒人耶穌的名 好繼續往下 十一節請念 在各會堂 我屢次用行 強逼他們說 褻瀆的話 又分外惱恨他們 甚至追逼他們 知道外邦的誠意 所以你知道保羅他現在在幹嘛 他在同理化大家 說你知道嗎 我以前也跟你們一樣 我做的事情 可能比你們更誇張 我到每一個會堂 你看會堂 猶太人會堂 還是用猶太人的方式跟他們講 我去各個猶太人會堂 我每次用行 逼他們說褻瀆的話 因為他們以為 說褻瀆的話 就是他們就會放棄那個信仰 可是他們不曉得 就算一個弟兄姊妹 他真的被用行 被逼迫了 說褻瀆的話 耶穌還是會赦免他 饒恕他的罪 所以你看 他們因為你在舊約裡頭 律法的原則就是 律法說法就是 你說褻瀆的話 神就會處罰你 你就當面棄掉神 可是在行約裡面 即便你軟弱你就算 請問你的小孩 假設你的小孩 被壞人嫁出去了 你現在當眾罵你爸 罵你媽 然後我就放你走 你是不是希望他罵 給他罵啊 罵我就不用付贖金了 不是啦 就是為了保護我的孩子 我寧可我的名受侮辱 你也願意吧 這死小孩 罵我 罵我 你死 這死小孩 你剛才在眾人面前罵我 殺死你 你是這種父母嗎 不是吧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嗎 這就是律法的想法 對不對 他想說你只要侮辱了 這個神 侮辱了那個 你的 他們認為那是假神 對 你侮辱這個假神就沒事了 就是丟棄他 沒有 當然我弟兄姐妹 我們不要去說一些賭話 不要說上帝不好 可是呢我只是說 就算真的軟弱了 其實說真的啊 我們哪一個人沒有讓神丟過臉 說真的 你信耶穌之後就沒有犯錯過嗎 就這樣啊 我沒有在鼓勵你怎樣 我只是告訴你真實是這樣 OK好 所以呢他就 保羅現在在同理化說 當初我也做這些事在基督徒身上 其實很像你們現在做這些事在我身上 可是我告訴你我怎麼改變呢 他現在在同理化他們 在分享 所以你看保羅他說他就追殺他們 然後追到外邦的誠意對不對 好26章12節 他就說那時候 他領了祭司長的權品跟命令去大馬士革 然後他真的已經殺了很多人 侮辱了傷害了很多人 審了很多基督徒因他而死 是這樣對不對 我們是因耶穌活著 保羅是因為保羅我們死很多人這樣 但是我們因為耶穌又復活了 好總而言之繼續 好就往大馬士革去了 好26章13節大家請念 王啊我在路上上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 四面照著我並與我同行的人 所以保羅抓住時間他開始做見證了 我去迫害基督徒的路上 在中午的時候看見一個 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 四面照著我跟我同行的人 所以你看他都可以講出同行的人 那些人是可以做見證真的發生這些事的 好OK所以有很大很大的光照照到保羅的身上 好繼續往下 然後呢所有人都撲倒在地 然後呢我就聽見保羅自己就聽見 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對他說說什麼 扫羅扫羅為什麼逼迫我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首先耶穌是用希伯來話對保羅說話 這也引出來為什麼我們可以說 你知道在啟示路的時候 耶穌對約翰說話 說我是阿拉法我是Omega 那是因為我們的新約是用希臘文寫對不對 所以他講阿拉法跟Omega 可是如果耶穌平常 他在地上的時候都用亞來文或希伯來文 對約翰說話 他在這地方也確實用希伯來文對保羅說話 所以其實很可能在那個啟示路的時候 他也是用希伯來文 那其實那句話就不會是我是阿拉法 我是Omega 那句話會是什麼 我是阿拉法 我是Tuff 所以這就引出我們的阿拉法 Tuff的那個分享 懂意思嗎 好繼續往這邊 如果聽不懂我來說什麼 請去看我們2.5分鐘 阿拉法 A-L-E-F或A-L-E-P-H 阿拉法 Tuff是T-A-V 我把他查出來就好 OK 所以神就對扫羅說 扫羅扫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你用腳T4是男的 你想為什麼用腳T4是男的嗎 因為用腳T4不是女的 有點冷 聽得懂嗎 用腳T4是男的 所以他不是女的 算了算了 我真的讀到這個經過 我就覺得很好笑 好啦 用腳T4是男的廢話 你第一次你還故意去踢他 對不對 OK好 所以繼續就是這樣子 所以神就開始來摸著這個 叫做扫羅正在迫害基督徒的人 好 這是保羅自己的 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精彩回顧 因為保羅知道我們使徒行傳 直到28章 所以他現在做一個精彩大回顧 他之前發生的事對不對 好 我說主啊 保羅不知道 我是開玩笑 保羅怎麼會知道使徒行傳 保羅不一定看過使徒行傳 你知道嗎 使徒行傳是路加寫的 而且有一個說法是 路加寫出整個故事來給提阿菲羅大人 是為了幫保羅辯護的 因為保羅被關啊 所以保羅自己本身 沒看過這個故事喔 大家知道嗎 很可能沒看過啦 好 我說主啊 你是誰 保羅說主啊 你是誰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你有沒有發現他動不動 他就在情節裡面 把耶穌塞進來 因為他現在在講耶穌 好繼續往下 26章16節請念 你起來站著 我特意向你顯現 要派你做直視 做見證 將你所看見的事 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 證明出來 好所以主耶穌就對保羅說 你起來站著 然後呢 因為他鋪倒在地上 所以起來站著嘛 我特意向你顯明 然後呢 你要去傳福音 你要把這一切做什麼 你看怎麼做神呢 現在這邊提到 將你所看見的事 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 證明出來 所以呢 第一看見的說出來 大家會吧 你看見的就說出來啊 然後神指示的分享的 神的話語就是 什麼是恩典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真正的福音 講出來 然後把它證明出來 什麼是所看見的 講出來就是用講 證明出來是什麼 把它活出來 那個活出來並不代表 所以你基督主要很有生命 大家才會信主 我再怎麼有生命 我也沒有耶穌的生命 好 我帶你看耶穌比較實在 可是你知道 有一件事情是耶穌做不到 我們卻做得到的嗎 耶穌不是全能生神 怎麼有一件事耶穌做不到 我們做得到呢 我之前問周神助牧師這個問題 真的真的 有一次剛好 我們搭車 我們在車上 剛好有機會問他這個問題 還是我在他家 沒關係反正就是 我就問周神助牧師這個問題 牧師有一件事情是耶穌做不到 我們卻做得到的 是什麼事 怎麼可能耶穌是全能的神 我告訴你 為自己的罪認罪悔改 耶穌沒有自己的罪 所以他無法為自己的罪認罪悔改 他只能為你的罪 他可以為你禱告 可是他不能為自己的罪認罪悔改 對不對 好 所以你這個人 你有罪 你犯錯了 然後你認罪悔改 Mithanoia 你心事意念改變之後 神介入 這就證明出來了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耶穌做不到的 因為他沒有自己的罪 所以他不能為他自己的罪認罪悔改 那所以耶穌就沒有犯過錯 那他就沒有辦法 簡單說你可以活出這個東西 你曾經犯過一個很嚴重的錯 像保羅這麼嚴重 他殺基督 他這樣子辱目葉神的名 可是他整個翻轉成為一個榮耀的見證 這件事耶穌做不到 因為耶穌不能夠犯罪 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保羅就證明出來了 證明出一個生命可以從那麼嚴重的錯誤裡面 整個翻轉完全改變 而且還不只錯一次 錯了不少次 還是被神大大使用 你知道嗎 如果保羅沒有被關 根本沒有我們讀的那麼棒的監獄書信 你知道嗎 我非常喜歡菲利比書 你們要喜樂 要喜樂 要喜樂 我動不動就是一個 如果心情不好 我就去讀一下菲利比書 人家被關 還告訴你你要喜樂 你還不喜樂 我們很多想辦法盡可能讓自己喜樂 你要喜樂 真的要喜樂 所以你知道 好到一個地步是 彷彿好像神要保羅犯這個錯一樣 可是其實萬事互相效力 所以沒關係 你的錯誤都會被彌補 這是我們的神 把你的思想轉過來 也許你現在正在面對一些痛苦 也許是你最親愛的人 也許是你自己 也許是環境或各樣的痛苦 神都可以介入 而且改變這整個環境 這就是我們的神 所以把心思念改變 來到神的面前 說啊 我有什麼想法錯 我有什麼思想或是行為錯的 我願意改變 我思想改變過來 Metanoia 來看見超自然發生 好繼續往下 26章18節請念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 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 從黑暗中歸向光明 從撒旦泉下歸向神 有隱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所以保羅用見證加講道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聽過那種 純粹傳福音講道的 其實很多時候沒有功效 為什麼 他就不是基督徒 他怎麼會聽道 可是呢 有些人又只講故事 沒有一點真理 沒有一點耶穌做成 那就聽過故事 這故事很精彩 謝謝來下一位 可是保羅是 他又講他生命的故事 他又把真理放進去 讓我們來學習這個部分 你看保羅他就開始看 他自己怎樣走過來 都會從傳福音 然後呢 他引述主耶穌的話 對不對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所以你又發現一件事 只要信耶穌就蒙赦罪 神經上很清楚的說 這是主耶穌親口說的 對不對 然後呢 而且還會成聖 要與一切成聖人同得基業 你記得喔 保羅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旁邊都是達官顯耀貴 那種什麼 就是王爺貴妃娘娘用我們的環境 你感受一下對不對 還有那個賤人就是矯情 而在最後面這樣子 然後 你知道我還在講什麼嗎 對好了OK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華飛什麼真飛 什麼香飛什麼飛 都一排在那邊 在聽喔 你要這樣想像 當然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那是羅馬 OK好 所以呢 一堆人他有一個機會 跟王后 然後上流社會的尊貴人 然後呢 最高階的軍官千夫長 然後呢 還有神長開始講福音 信耶穌得蒙赦罪 成聖同得基業 感謝主 好 26章19節 所以他保羅斯對亞基帕王說 所以故此 我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意象 他堅持了這個正確的一切 好然後呢 大家請念 現在大馬士革 後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 以及外邦 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向神 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 OK好這邊提到喔 所以保羅就講 他現在大馬士革 會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 然後呢 外邦勸所有人 他其實在哪裡都一樣 無論是大馬士革 或是耶路撒冷 或是猶太全地 猶太全地也是對猶太人的基督徒穿講 對猶太人把他們轉成 相信耶穌的猶太人 就是現在說的 明賽亞基督徒 可是內容都是什麼 悔改歸向神 什麼是悔改歸向神 是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 他寫悔改的心 其實這個地方悔改的心 其實就在講Mithanoia 這裡就翻得很好 因為悔改不是行為 如果悔改是行為 前面就不用加 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 對不對 你們應當悔改歸向神 他有去解釋 他意思是你們應該Mithanoia的歸向神 那什麼是Mithanoia的歸向神 然後他就說 你要Mithanoia的歸向神 然後你的行事 要跟你的Mithanoia相稱 所以呢 我現在都盡可能用Mithanoia這個詞 因為你知道語言就是這樣 我講悔改悔改 我們中文的意思怎麼聽 就是還是 悔了還是要改嘛對不對 所以呢悔改這個Mithanoia 我們中文和尾本翻 有些地方翻悔改 有些地方翻奧悔 可是我說懊悔懊悔 比如說我們要有一個悔改的生命 大家大概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生命要不斷的歸向神 又歸向耶穌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要有一個懊悔的生命 感覺就是你可能這輩子都很後悔吧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有一個懊悔的人生 怎麼會這麼 對啊 你有一個會懊悔的人生 什麼跟什麼啊 對不對 你有一個會懊悔的人生 什麼跟什麼 你知道我們的語言受到限制 你知道嗎 你還有更好的詞嗎 所以我們有一個Mithanoia的人生 這樣就對了對不對 就是不斷不斷 因為你是人 你的思想會那個 所以我們動不動 我都用Mithanoia這個詞 好 所以呢 這邊提到 什麼是Mithanoia 我們就再講一次喔對不對 好 假設我現在在開車 我今天要去高雄 我們高雄現在有弟兄姊妹 高雄姊妹給我們揮揮手 耶 其實我上次去直播失敗 你知道嗎 我上次去高雄 我們的系統 我們的東西已經可以 可以就是我們 我們有那個 大家看新聞不是好 現在 我們現在把時間 交給那個現場記者 然後記者 大家弟兄姊妹 我們現在在高雄 那個 我們可以做到這樣喔 可是 我們上次做了之後發現 不曉得是我的手機 太弱 還是我的頻寬不夠 就是 會有一格一格一格 我們試了好久 後來想算了品質不好 就算了 所以你就用自己的想像了 台中的弟兄姊妹平安 有兩百個人 平安 這樣子 麻煩自己想像一下喔 OK好 你知道 自從那個 新型冠狀病毒開始 你知道我們的直播人數 大幅成長 已經 已經比這邊人多了 真的 看直播已經比現場人多了 沒關係沒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神 一直要我們發展這一塊 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到現場好 你想想為什麼 這麼帥 現場看著有FUVAR 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去看NBA NBA你知道你去 你在網路上看 你在電視上看 那個什麼球 比如說很漂亮的三分九 或是灌籃 然後它也會重播 然後角度非常好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上次去NBA 實在好貴喔 隨便一個座位 還不是季後賽 五六千塊台幣 那還是比較普通的場喔 後來打到 為了看林書豪 我們去看 我們 我們站在最上面 你知道那個人有多大 我的眼鏡裡面看一個人這麼大 就這麼大一個 就那幾個小人在那邊跑來跑去 而且那些人長的時候 兩公尺的人才這麼大喔 那你的話就這麼大囉 這麼大跟這麼大 你知道兩公尺的人 在那邊跑來跑去 就這麼小小的幾根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你知道嗎 好貴喔 可是呢 現場還是有現場的FU 真的很有FU 就大家這邊喊 第一份 就是那個防禦對不對 然後還會有那個 就是那個FU 所以我給你講 現場也很重要 所以呢 我不是說你每次都一定要來現場 但是呢 如果能夠來真的盡量來 為什麼 因為 不要再講牧師很帥 這是真的 因為相聚牧師很美 阿們 阿們 怎麼會不講聲再一次 阿們 就是這樣 拜託喔 真的是充滿恩典好不好 那個 那天我在 我看我老婆 我看我老婆的照片 然後他們就拍了一張照片 我就覺得 哇 真的好年輕喔 誰會相信 已經 不可以講幾歲 好啦 她 喔 我今年43歲 她比我大9歲 我沒有講她幾歲 所以呢 感謝主 就是這樣 你覺得難以想像阿 就是這樣 可是這就是真真實實的 好 今天也不是為了相聚牧師 還是為了耶穌啦 只是我鼓勵大家 若是可行 你能夠來 其實真的 還是你希望我台上講到也戴口罩 好 大家知道一個口罩的笑話嗎 有一個阿伯 他就去銀行 然後銀行要領錢嘛 所以要拿身份證 然後那個 那個小姐就要對身份證 說要請她拿下口罩嘛 阿伯 你要領錢 要躺口罩 阿伯說 蛤 一定要躺口罩 對啦 你要領錢 要躺口罩 躺口罩 對啦 要領錢 要躺口罩 好啦 等一下 聽懂意思嗎 因為躺口罩是 口罩是國語嘛 可是躺口罩是脫褲子跑啊 是台語嘛 所以阿伯是說台語啦 而且他前面說 阿伯你要領錢 要躺口罩 成句都是台語啊 只是口罩這兩個字 台語是什麼 我真的不會講 口罩台語是什麼 我真的不會講 你講了 我現在還是聽不懂啊 好啦 好 沒關係 所以那個銀行的小姐 她就說 阿伯你要領錢 要躺口罩 就是她意思叫她 拿下口罩嘛 對不對 因為她對身份證啊 合理啊 結果她就以為要脫褲子 可是阿伯想說 我缺錢啊 頓口罩就頓口罩喔 就這樣 好 OK 好 現在是口罩的笑 你知道現在有多少口罩的笑話嗎 就是好 我們去買口罩 戴著口罩 去買口罩 買不到半個口罩 還浪費了一個口罩 好可憐啊 所以大家現在排隊 要抓好時間 不要真的浪費了一個口罩 好虧喔 七天才能夠買兩個 是不是 所以你沒弄好的話 還浪費了你帶去那個 買不到半個口罩 還浪費了一個口罩 好 OK 感謝主 確免他們應當悔改歸向神 行事以悔改行相乘 好 Mita Noia 我們剛才在講對不對 開車 你已經決定要去高雄 結果你上了高速公路 你就開開開開開 開到汐止 你現在在台北嘛 開到汐止去 汐止應該在南部 我沒有錯 這個叫做堅持指見 然後你的GPS就是講 悔改悔改悔改 沒有他不會這樣講啊 他說你笨蛋啊 回轉回轉 也不會這樣講 他說請下交流道 請下交流道 對不對 他會這樣說的 你就不理他 開到汐止 你突然想到 汐止 我汐止痛 不是 跟汐止沒關係 然後就開到汐止 想不對 汐止就快基隆 基隆在北邊 你那一刻 你知道 汐止在北邊 基隆在北邊 你開錯的那一刻 那一刻你承認你錯 那個地方 就是Mita Noia 你的心思一點 承認你錯了 就是Mita Noia 問題是 你有沒有辦法 立刻下交流道呢 不行 因為你在內線啊 你切出去的話 是很多人都沒有辦法下交流道啦 或是直接被台下交流道啦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只好繼續往前開 開到基隆 然後基隆夜市下去又塞車 又遇到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鑽石公主號那個 沒有啦 好可怕喔 然後就塞車 然後呢你終於轉了一大圈回來 往南下的時候 然後 一般人認為 那個才叫悔改 可是老早在前面 你承認你錯的那一刻 就是Mita Noia 可是中文會認為 要下去轉 往南那一刻 才叫做悔改 不是的 Mita Noia 就是你承認錯了 就錯了 問題就是 有一些人 如果你真的承認錯了 你會繼續 到基隆 繼續往北開 開到北海岸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思想 承認錯了就是Mita Noia 但是你的思想 會帶來正確的行為 可是就要看環境啦 有些人沒有辦法 比如說好 有一個人 假設有一個人 她 一個女孩子 她未婚生子 然後她沒有謀生的能力 所以她為了養活這個孩子 然後她家人都丟棄她了 因為她這些事很丟臉 所以呢 她只好去當妓女 當妓女是犯罪沒錯嘛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她果然 她後來就有人去傳福音 她就信了耶穌 她信了耶穌之後怎麼樣呢 她承認知道 她當這個職業跟做這些事 跟那些有婦之夫 或者是管她有沒有有婦之夫 反正就是這件事 本身是犯 她承認就是罪 這是罪 她承認 其實她就Mita Noia 可是如果她今天不上班 她的小孩就沒有奶粉錢 她就沒有辦法生活 所以呢 她還是忍住了她上班了 繼續做一兩個月 她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 她非常的撕裂 然後她每天跟神禱告 主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 我不要再做這些事 可是我的小孩需要奶粉 我要活下去 我有房租 我要帶小孩 我總不可能 幹這行的還帶著小孩嘛對不對 所以她還得請保母啊什麼 所以她真的求神幫助她 然後突然間神開路了 那個小姐的地方有一個清潔的阿婆 不幹了 然後她就覺得 她跟老闆講 老闆那我來做清潔好不好 老闆也神機的同意 那當然她做那個的薪水 非常相對高很多 清潔可能一個月兩萬三萬吧 好那沒關係 最少我可以背著我的小孩 邊打掃廁所啊 那這樣就可以省那個錢啊 然後搬到比較不好的地方或什麼 所以呢 你會以為 你既然心裡說 你當然馬上 你今天早上受洗 晚上你就回去跟老闆辭職 你會這樣想 可是她有一些 她生命中的一些難處嘛對不對 所以她開始神開路的改變 所以她果然她現在抱著她的孩子 然後掃著廁所 然後被她其他以前的那些同事們 侮辱跟笑 然後她會不會回想過去的最終之樂 會 可是她依靠神堅決的這樣做下去 我真實的知道 國際積電會有一個會長 一個黑人 她就是這樣 她是淨雨的孩子 然後呢非常悲慘的人生 可是神大大使用她 現在成為在全世界發放聖經 傳揚福音的一個國際積電會的負責人 所以就是這樣啊 那我們哪一個點才是米塔諾亞 其實那個妓女信耶穌承認 那是罪的那一刻就是米塔諾亞 可是她可能過了很長的時間 才有辦法改變什麼 因為生活所逼啊 你以為誰喜歡 如果可以不要 每一個人有誰享受幹這行 不過這世界彎居背面 已經到這個地步也很難說 但是我只是要告訴你 正常來說沒有人想要這樣 OK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不要定人家的罪 有些弟兄姐妹 你可能覺得她怎麼這樣 你是基督徒你怎麼這樣 問題是如果你在她的環境 你不一定比她好 我去看了陳靜心的人生 她以前 她其實是一個很破碎的生命長大的 如果我在那個破碎生命長大 我不一定 我不一定會比她好 我很可能不會比她好 而且陳靜心也得救你知道嗎 她在做一個她是真心信耶穌 然後呢 後來陳靜心的太太跟孩子 後來被送到美國 然後其實現在好像都過得很不錯 其實在她信耶穌之後 然後因為那就是那個 更生團系他們去幫助她 我們以前參與過這個服侍這個事故 然後呢 就發現連這樣的人 這樣一個殺人犯 這樣的人 那麼破碎的人 沒錯她信耶穌了 但是她可不可以跟法官說 我信耶穌了 那所以可以不要槍決我 然後這種事 還是要槍決她 可是她信耶穌了 她的靈魂得救 因為她信耶穌 她的老婆她的小孩 也信了耶穌 現在是命而很大很大很大的翻轉 可是如果陳靜心 這輩子都沒被抓到 她的小孩跟老婆 一定過得比現在慘很多 陳靜心就要拿了一堆錢 跑路了 然後她沒信耶穌 她老婆小孩也沒信耶穌 不要講陳靜心怎樣 她老婆小孩 現在一定過得比較差 大家知道陳靜心是誰吧 之前有一個將級藥犯嘛 就是那個南非五官那個 瑕疵的 那你知道 連南非五官本身也是基督徒嗎 南非五官的太太 被陳靜心瑕疵的時候 她還跟她傳福音 南非五官的女兒還畫圖跟她傳福音 所以你就看到 連這種事都是神的超自然介入 你知道嗎 你看台灣的基督徒 比例才多少 4%5%看各種不同的統計書 你去擄人勒書 還剛好擄到一個基督徒 然後運氣不好 擄到一個五官 那五官為什麼沒有把她制服 那另外一回事 好了 不要笑人家 你就擄到了一個基督徒 然後那個基督徒 還很有生命 會跟你傳福音 她的女兒還敢拿著槍架子 還會跟你傳福音 然後你果然陳靜心 後來真的信耶穌了 然後神就這樣 就連陳靜心的生命都可以改變 她的老婆小孩 現在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相對 假設陳靜心那個時候 拿著錢真的跑了 你以為她過得比較好嗎 不一定啊 因為跟槍決比起來可能有好一點 但是呢 她每天晚上一定睡不著覺的啊 隨便一個風吹草動去 是不是警察來抓我了 對不對 然後那個外送送來 那個外送眼神不對 那個外送應該是臥底 然後送來飯你也不敢吃 對不對 你去叫外送來 然後那個食物 你怕裡面是不是有安眠要吃了 等一下警察來抓我對不對 然後風吹草動 那個房租 人家來收房租都不敢開門 你懂啊 就是不義之財 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你會發現 連陳靜心的生命都可以改變 所以 隨時 基督徒要過一個 Metanoia的人生 讓我們不要後悔的人生 在每一個對的時候 每個時候 你認為什麼東西錯 把心轉變成 你發現什麼錯 都不要裝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小朋友 就是 你有沒有吃糖 沒有 你有沒有吃糖 沒有 你分明 你有沒有被抓到過 小時候你有沒有做壞事被抓到過 大人都知道你在幹嘛 要你自己來承認 有沒有 有嗎 我小時候有一次 在學校做不該做的事 然後呢回來 我爸就說你在學校有沒有做那件事 然後我還說沒有 現在長大學你白癡喔 不然人家幹嘛回來問你做這件事 他也不是每天回家都問同一個問題 總不可能一定是 小小的不懂 一定是 老師打算跟爸爸媽媽講 你小孩在學校做這件事 對不對 不然爸爸怎麼會問對不對 然後我回家說 爸爸問我還說沒有 拜託 坦白從觀抗拒從嚴啊 果然從嚴抗拒被海扁一頓 那時候如果說有就沒事了嘛 對不對 不一定沒事最少處罰少一點 有爸爸我錯了請你原諒我 你真是個太棒的爸爸了 好假喔 可是如果這樣處理應該會好很多 好啦 其實在神面前也是這樣 我們對神的關係也是這樣啊 你就是跟神直接說 好對不起 好主啊我有我這件事錯 甚至於是主啊我這件事錯我改不了 我這件事錯我真的 有承認我有做這件事也好 最少你對神是真的好嗎 不要裝對神不要裝 因為他都知道你在幹嘛 沒什麼好裝的 因為人家都知道有沒有吃糖 沒有 不要就完了 好繼續往下 26章21節保羅繼續說 猶太人在店裡想要拿住我想要殺我的事 他就繼續講繼續講對不對 然後呢 然而保羅就說我蒙神的幫助 直到今日還站得住 對著尊貴 他講尊貴的時候對著尊貴 因為都尊貴對不對 對著卑賤 好啦 或是老幼 他就指了一個老的 不行這樣會被打 好啦對老幼做見證 所講的並不外乎 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必要成就是 你看他知道很多人是猶太人 而且有很多人有猶太背景 所以他還是講眾先知和摩西所說的事對不對 然後呢重點是什麼 他還是無論如何講什麼先知摩西 都還是要指到這個東西 26章23節請念 就是基督必須受害 並且因從死裡復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傳給百姓和外邦人 好所以你知道嗎 基督必須受害並且死裡復活 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受害 釘在死掉上 為我們死為我們復活 就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耶穌基督為我們死裡復活 所以保羅一定要講到的 好保羅這樣子分數 保羅這樣講 然後呢 因為菲斯督就是那個第二任的 就是後門來我們認識的這個巡撫 他就說 保羅你癲狂了吧 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 說保羅你瘋了 你去鄉親就用死人復活 那個耶穌 那個耶穌早就死了 我們還有記載 他被釘死 他早就死了 你們的人把屍體偷走而已 因為官方記載是這樣說的 官方記載是說 門徒把他偷走 可是事實上你去歷史證明 根本不可能 因為如果門徒把屍體偷走 所有在外面的那些兵丁什麼 通通都要處死的 你繼續看 我們下次就要講到 保羅他去羅馬路上 他們那個兵丁 只是怕這些人逃走 他們就要殺公他們 因為如果我放了一個囚犯逃走 你就要償命 所以你寧可殺了他 你也不要償自己的命啊 OK 所以呢 他認為保羅你根本就是一個瘋了 對你書唸太多所以瘋了 有沒有碰到這種人 我們有認識朋友的朋友 真的讀書讀到瘋掉 真的有 真的有這種人 對對對 有一個人他 都是一直很優秀很優秀 可是因為某件事沒弄好 就只是也不是 你現在看也不是太大事 所以他就從此就精神開始失常 是真的有的 還有那種父母逼小孩念書 他就很優秀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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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博士之後 拿到博士證書之後 當天然後寫遺書給父母 我完成你對我的託父 然後就這樣 那是啥 真的啊 那這一切是為了什麼 那是真實故事 所以其實真的 讓我們的孩子被神所引導 我們可以對我們孩子有期望 為他祝福祷告 你也可以有期望 你可以引導他 但是讓神做最後的引導 不要強逼著他們 這樣真的很痛苦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OK 所以呢 菲斯都對保羅說你瘋了是不是 你書念太多所以瘋了是不是 然後呢 保羅就說我沒有瘋 我說的都是真實話 然後呢 26章26節 保羅還很聰明 他馬上把王這個王搬出來 要來證明他說的話 來 所以我們26章26節請念 王也曉得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膽直言 我深信這些事沒有一件像王隱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裡做的 因為亞基帕王是一個 猶太的歷史跟猶太的律法 跟之前關信號的人 所以亞基帕王絕對知道這些事 所以他其實拉 你看他也很有智慧你看 因為菲斯都是一個已經很有權柄的人 然後菲斯都說 啊保羅你瘋狂你瘋了 其實旁邊很多人聽保羅講道 其實很多人已經開始心裡信耶穌了 但他們基本上不大可能會說出來 因為在那個政治環境下 你說你是基督徒你就很危險 可是他們可能心裡信啊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菲斯都卻說 保羅你瘋了你瘋了你瘋了 所以其他人覺得 他該不會瘋了說這個話對不對 所以保羅馬上說我沒有瘋 而且他馬上拉最大的來 那個現場最大的是亞基帕王 亞基帕王你可以證明這件事 我所說的這件事每一件事情都知道 而且是明明眾人都看見的對不對 他馬上拉王的權柄來 所以你看他其實還是傳福音是有技巧的 在那個環境裡頭對不對 OK然後呢繼續 馬上焦點帶到亞基帕王身上 而且要他說話你看26章27節 亞基帕王你信先知嗎 而且不等他回答我知道你是信的 如果亞基帕王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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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馬上說亞基帕王你信先知嗎 我知道你是信的 你去看那個美國那種 律師問那個證人有沒有 旁邊是那個陪審團 他不都這樣問嗎 不給他回答就馬上接上去對不對 亞基帕王你信先知嗎 我知道你是信的 你根本就沒有人家問題 你只是想要把焦點拉過來 OK啊很好的策略啊 然後你看亞基帕王就趕快回答 好26章28節請念 亞基帕王對保羅說 你想少為一勸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OK好其實這地方有兩個翻譯 一個翻譯是前面你剛才念的 你想要強勸一點點就想要叫我做基督徒 另外一個翻譯是你強勸我幾乎是叫我做基督徒 你知道嗎所以亞基帕王幾乎就做了基督徒 他的姐夫就做基督徒了幾乎 這是個冷笑話 你這樣勸我我幾乎就做了基督徒了 我的姐夫好啦算了啦 就是笑話而已 笑話再解釋就不好笑了好不好 好亞基帕王他有可能 其實我覺得邏輯上來說 他應該比較是前面這個說法 就是你不要以為這樣勸我做基督徒 因為你知道嗎這些王 你知道羅馬皇帝後來都被神格化 你都要叩拜這些皇帝的那個雕像 或者是直接叩拜他 他們去見皇帝的時候 所以如果說你是基督徒 基本上就不大可能做這些高官這些位置 所以就算他真的心裡信耶穌了 他也外面不會顯出來 所以他搞不好他真正心裡面 他的意思是你這樣勸我幾乎叫我做基督徒 有可能啊對不對 然後你看我們保羅怎麼回答 好26章29節請念 保羅說 無論是少勸是多勸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個人 就是今天一切聽我的 都要像我一樣 只是不要像我有這些所練 無論是雅基帕王的意思是什麼 反正其實神的話已經觸及他的心 摸著他的心 可能也許他有信 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應該從歷史上來看 看起來是沒有啦 因為他後面的結出來的果子 並沒有像一個被神摸著的人 OK好 所以呢 好無論是少勸或多勸 我希望所有人都來信耶穌 你看他現在開始總結 而且他很有技巧 好像在回答雅基帕王一樣的 總結他現在講到的結束 就是我希望這邊所有人都來信耶穌 可是不要像我這些所練 所以他也正在想我為了福音的緣故 我願意承受這一切 好繼續往下 所以呢 那二十六章三十到三十一集 他們就來討論了一個東西 大家請 於是王和巡撫 比擺尼基與同座的人都起來 推到裡面 彼此談論說 這人並沒有犯什麼該死該綁的罪 OK你看喔 所以你看他們幾個人 雅基帕王跟巡撫 還有呢我們的擺尼基就是王后 還有這些達官貴人都進來一起 所有人討論決定了真的 保羅沒有犯該死該綁的罪 連該綁的罪都沒有喔 所以保羅根本沒有犯罪喔 他是為耶穌承受這一切的啊 所以他們是這樣說的對不對 然後呢 到了第三十二節 雅基帕王又對菲斯都說 這人如果沒有上告於凱撒 就可以釋放 就是其實他們在證明保羅 並沒有犯那些罪啊 而且保羅彷彿可以釋放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說法是 所以你看 保羅啊如果當初啊 沒有在耶路撒冷犯這個罪啊 保羅在耶路撒冷他沒有去做那個想要 因為大家記得雅各 雅各勸保羅說 你去做一些事讓大家知道 你還在遵行律法 所以保羅真的去做了 所以犯了這個軟弱這件事情 所以果然 仇提開始能夠做他的工作 而且其實這邊都證明保羅真的沒有做 可是保羅這樣一直被耗著人生 可是沒關係他就是可以改變嘛對不對 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在討論另外有趣的問題是 其實我們現在所經歷的這個 這個心情冠狀病毒啊 這個這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它是個人禍吧 無論是有人故意的人禍 還是人為失敗錯誤的人禍 無論是因為吃東西或是任何其他理由的 那些東西來的 它是個人禍 而且不是你的錯 老實說那些人難道算他們的錯嗎 有啦你一定要怪就怪那個吃蝙蝠的那個人 現在是怎樣 吃完蝙蝠之後晚上上廁所不用開燈是不是 到底你為什麼要去吃蝙蝠你告訴我 你吃蝙蝠之後是可以變蝙蝠俠嗎 你幹嘛去吃蝙蝠 你吃蝙蝠造成人家這樣 可是好也不要定人家的罪 可是總而言之是別人的錯為什麼你要承擔 大家記得兄弟牧師講過了那篇嗎 不要我在講什麼人請回去聽 其實我要跟你說 聖明牧師真的 他每天都常常的在查聖經 然後用原文一直查一直查一直查 然後有很多很多很全新的亮光 這些部分就麻煩他了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聖明牧師提到的那個Kairos 就是你生命中會有一些事情是別人的錯 造成你的問題 就很像是好之前提到了 為什麼迦勒還是得跟那些人一起進軍框裡面繞 可是神還他啦 對不對 他雖然到了85歲 但是他日子如何的力量 他身體還是非常的健康啊 我們可能會覺得 這些是剛又不是我的錯 為什麼我要承受 這就是我們提到的大時代的悲劇 會有這種狀況 你的生命中會有一些事情不是你的錯 可是會一起承受啊 假設啦 我們生命中你遇到一些事情 比如說為什麼從小我要承受這一切 比如說你的父母可能 假設啦 我們就以陳靜欣的例子 陳靜欣的小孩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我沒有爸爸 為什麼我所有同學 還有連老師連校長都用那種眼神看我 我又沒有錯 我就不能決定我生出來的家庭 陳靜欣還在逃亡 說所有人一定 事實上那個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的新聞 他們好像有被一定程度的那個 但那小孩沒有犯什麼錯啊 難道那小孩有跟他爸爸一起去刑牆 拿槍出來嗎 沒有對不對 可是那小孩是承受一些事情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當陳靜欣和米塔諾亞 他們全家人 他們也都各自信耶穌做 神就是介入 他現在過得好像很不錯 我記得 好 所以我們也是啊 你現在遇到這些事情 可是最後你就會得益處 神就是會興起環境 你就是會得益處啊 更何況這不是你的錯 你也沒什麼好米塔諾亞的啊 你要說主耶穌我認罪回改 我不該吃蝙蝠 你是有去吃喔對不對 對不對 主耶穌那我怎麼辦 你就主啊 你保護我 祝福我的人生 祝福我們在這個狀況下 給我智慧 比如說 你今天原本很想要去中正紀念堂 然後你突然間覺得 不要去不平安 就不要去 為什麼 因為鑽石公主好他們忍去啊 就這樣啊 你有些時候做一些事情你會覺得 比如說我們有一位 所以我們知道有一個弟兄就是 他那個時候 那是薩斯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就 需要去辦一件事 他就一直訂機票 平常都很順 可是他就是怎麼訂 怎麼訂 他就是訂不到 他就是沒有辦法 他就是不能成形 可是他就硬弄 硬弄硬弄 結果果然給他弄成了 結果後來 他跟一個得薩斯人同班機 還要被隔離耶 對啊就是神在保護你 做下一班不行喔 就是當你發現你生命中有些事很卡 或是什麼 安靜下來 其實這也是我們提到的一個Metanoia 當你發生你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你覺得很卡 你安靜下來尋求神 有些時候神會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才能夠做好 那可能就是一些策略上的事情 有些時候可能是神說 你就做下一班就好 有些時候神可能說我要給你更好的 我生命中也有 我之前去幫助一個姐妹做一件事 然後我也覺得這件事很好 因為他要去一個 對他屬靈生命很好的地方處理一些 我也幫他弄 然後我就發現很卡 然後我就覺得 這一定是攔阻 所以我就更用力去做 果然給我們做成 結果反而有不好的結果 你不是看似屬靈的事就硬用做 你不是硬用力去做 而是我們真的花一些時間 這就是我們教會一直在傳達的安息 我們的基督徒的生命 要過一個安息的生命 不是看似屬靈的事就硬要去 或者是看似對的事 你就很用力很用力的去做 你要懂得如何與神同音 就很像是我常常 比如說我搭捷運的時候 我最近很少搭捷運 好 我搭捷運的時候 我們那個電梯剛好下來 我們馬上會抬頭看 它上面會有寫 就是一個時間 就是幾分鐘會進站 大家知道嗎 幾分鐘會進站 當那個東西寫兩分鐘我就會慢慢走 五分鐘我剛才還可以上個廁所 如果上面寫四十秒 我算過 只要寫四十秒以內 我開始起跑 都會來得及 那所以你就會懂得什麼叫做 該 什麼叫與神同工 就很像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寫兩分鐘 我就是正常速度慢慢的走 慢慢慢慢的走 還會很 很瀟灑的到 其實用跑的也是很瀟灑 然後呢 剩四十秒 我就是快跑趕快 但是我還會剛剛好 如果剩三十秒我就不用跑 我就安息吧 那就是再等下一班的意思 那所以有些時候 你很努力的跑 跑在那裡 站在那邊等了六分鐘 要幹嘛 或是很多時候 你很迫切的跑 最後看門關上開走 那感覺超差的 對不對 還不如主啊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然後你有感動努力做 那就趕快做啊 你有感動要安息 就安息 有些感動覺得不用幹嘛 就正常 那就是兩分鐘剛好慢慢走啊 對不對 那你不覺得這樣比較輕鬆安息嗎 所以總而言之 你有一位創造時間的主 你有一位知道過去現在未來的主 而且他是幫助你的神 他確實不會每一件事都要告訴你 特別是熱透號碼 他從來不告訴你 我的經驗我已經禱告過多少次了 可是也不是神不能使用這個東西 我不是跟你說過以前我們的 以前那個台北車站那個 還有一個人行路橋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才信耶穌沒有多久 我經過 那時候有一個高高人行路橋 大家知道嗎 從下去是西山門那裡 然後路上就會有人在賣東西 有一個婆婆在賣彩券 呱呱樂 我就經過 我就走過去 突然間聖靈說去買彩券 我說真的假的 要中獎之後我就收買其他 太好了 然後我就去買一張 給他100塊 中了200 然後我就問一下那個婆婆說 那通常這200塊要怎麼換 他說你可以拿去哪裡換 或者是你可以再跟我買兩張 我就感受一下聖靈 好 那就跟他再買兩張 然後我就用這張200 跟他換兩張 他說那你要拿兩張 因為他有很多牌 那我剛才比如說我是這一牌 我就直接拿這張上面的兩張 然後我就看到他有一個眼神 看我一下 但是他也沒說什麼 就再給我 那我就再刮 又中了 然後呢 又都 好像是又都中了 反正就中了 往後呢 我就再給他 再換 再拿上面 好像是中一張 反正總共加起來 總共動了 六七張吧 好 OK 然後呢就中了 反正我只拿100塊 拿完了他六七張還是八張 八張就全中了 沒關係反正就蠻多張 然後呢他就一直用奇怪眼神看我 然後我最後就問他說 欸你幹嘛這樣看我 他說是這樣 通常你這牌中了一張 下一張就不會中 他的經驗是這樣 正常的台彩應該要這樣做 每張中還不跑路 對不對 可是他就是一直連著 中中中中中上去啊 然後他就說好奇怪喔 我從來沒碰過這種事 我賣那麼久沒碰過這種事 然後這個時候 當他這樣說的時候 點就來了對不對 我說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 剛才是神叫我回來給你買的 而且上帝他愛你 所以我錢都沒有要領 我就一直跟你換 所以你就可以賺到錢 然後呢而且你看到這個神奇 所以你要不要來跟我做一個禱告 所以我就帶他去 他就覺得這是禱告啦 他就覺得他是信耶穌啊 然後我就帶來沒中了 就沒中了 好了沒關係啊 幹嘛一定要那個我得天上的獎賞更好 好不好 所以他就信耶穌啊 所以神可以使用彩券啊 對不對 主話可是 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齁 一百倍先從一百倍開始吧 好 就這樣啊 這就是我們神啊 他可以使用所有這一切 連樂透連彩券連刮刮樂都可以 所以你的生命中 生命也是充滿盼望 你的生命中的錯誤或什麼 也可以被神說的使用啊 所以沒關係 就是來到神的面前 看見上帝的獎王 好讓我把眼睛閉起來 我們一起禱告 爵書我們謝謝你 爵書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這麼愛我 祝福我們這裡的弟兄姊妹 我們看到保羅抓住了這個機會 他彌坦農亞之後 他抓住了這個機會 你看到所有的達官顯耀 一個國王一個王后 然後一堆的高級將領 然後尊貴人一個總督 這麼多人讓他傳福音 而且甚至於連亞基帕王 連罪大都差點信了 而且他們都真的知道 有耶穌基督病他的丁十甲 有一位神為人死又為人復活 主要謝謝你 我們當中如果有人 還沒有做這樣的禱告 你可以在心裡面 現在就對耶穌說 耶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耶穌你來幫助我 赦免我一切的罪 你現在就已經信耶穌 你就是這麼簡單 但人覺之禱告很簡單 就是對耶穌說 耶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跟生命的主 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這樣就已經得救了 你真心的做這樣的禱告 接受耶穌基督 求祂赦免你一切的罪 你就得救了 你要相信耶穌基督 為你死為你復活 你就得救了 主要謝謝你 讓我們有這個美好的恩典 祝福這裡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你的恩典裡頭 主要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 你做了任何錯事 或是你還在 你現在可能覺得 我所愛的那個人 或者是 他還在傷害我 我還在那麼大的痛苦 你就是把心轉要成 主啊 你來幫助我 你來幫助我 如果我有什麼需要改變的 我願意改變 思想上的行為上的我改變 你來介入 不要讓我攔阻你的手 然後超自然要發生 超自然要發生 主要你繼續來做奇妙事 祝福這個教會的每一個弟兄姐妹 看見你的榮耀 謝謝耶穌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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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現在在這個環境 我要說 白日太陽不能傷我們 夜間月亮不能害我們 那五間滅人的毒病 那各樣的瘟疫災晃 不能領導我們 讓我們來看見上帝的榮耀 奉以神祢祷告 阿們 好我們來做信仰宣言 打中心來念一遍 一二三開始 我相信上帝才派他的獨生愛子耶穌 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勝過死亡 並且從死裡復活 我現在是上帝所愛的孩子 因他流的寶血我大大得福 蒙受極高的恩寵及深深被愛 我永遠脫離疾病災害與死亡 耶穌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感謝主 主要謝謝你 讓我們如此的幸福 請你閉上你的雙眼 打開你的雙手 令你咒本週的祝福 主要向你獻上感謝 主要在這個瘟疫來期的日子 我們要知道我們不孤單 主要當我們每一個人 有些很多人是單獨在家裡面 甚至於你現在還是一個人的 你要知道你不孤單 神與你同在 而且不是只是跟你在一起 還保護你 還拆遣天使天君保護你 主要你自己興起那個環境來保護我們 讓我們在這段時間 在對的時候 跟對的人出現在對的地方 主要我們不出現在不對的地方 主要在對的時候 跟對的人出現在對的地方 做對的事來看見你的榮耀 保守我們 如同你已經應許我們 那個超自然的祝福 要不斷地保護我們 保守我們 讓我們看見你那個超自然互僻 無論是我們 或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親朋好友們 主要是的 謝謝你這麼愛我們 謝謝你選擇了我們 你預先定下 就召我們來 召我們來 就稱我們為意 稱我們為意 還叫我們得榮耀 讓我們繼續來看見你的榮耀 活在你的榮耀裡面 主要你自己來做超自然的事情 我們生命中有軟弱錯誤 你都可以介入 別人的軟弱錯誤 你更可以介入 你可以來改變我們的生命 謝謝你為我們成就這一切 再一次我們宣告 白日太陽不能傷我們 夜間幼陽並不能害我們 主要五間滅的毒病 跟所有的瘟疫 都不能臨到我們 主要所有那些滅長子的 那一切災癢 都不會臨到我們 主要各樣的祝福 各樣的祝福 都會臨到我們 用我絕樹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 甚至感動的交通 從與眾弟兄姐妹同在 從今時直到末了 大家一起說阿們 好 弟兄姐妹 聽完今天的分享 再來我想邀請你做一個禱告 邀請耶穌住在你的心裡 這是完全沒有任何要求 是白白的禮物 所以如果你願意的話 請閉上你的眼睛 我說一句 你跟我說一句 得到這個美好的祝福 好 要開始了 請把眼睛閉上 我說一句 你跟我說一句 親愛的耶穌 我邀請你 我邀請你 住到我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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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祝福我 來祝福我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謝謝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謝謝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從今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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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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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進入蒙福的人生 我要看見美好 我要看見美好 看見豐盛 看見豐盛 看見榮 看見榮 亲爱的圣灵 请祢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使我精力超自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祢带我回家 我现在是有家的人 是有后盾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